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卡卡 再三集我们制作了香蕴叶糖浆 那我们要如何拿香蕴叶糖浆来调一杯非常有趣的麦态呢 其实步骤非常的简单 就跟着我这样做 首先我们先准备两个亭杯 我们在第一个步骤呢 把我们制作好的香蕴叶糖浆 这个是用果汁叶加糖下去煮的香蕴叶糖浆 所以它的一些植物的香气掉性会比较明显 然后它唯一会带一些像茶的香气 然后它颜色也是呈现绿色的 然后我们先下糖水大概抓个30ml 然后再下桶比利的柠檬汁30ml 那再第二步种呢 我们就是下麦态的材料 首先会有白卵 柑橘酒 有橙汁 跟凤梨汁 我们今天是要做比较偏向分层的麦态 分层的麦态呢就是我们用把糖水跟柠檬汁先做 然后再做我们的液体材料 那这样呢我们就可以达到一个分层的视觉效果 然后再做一个分层的麦态 我们下个滴 我们下一个分层的麦态 那我们第一个先洋芝克就是柠檬汁 прин当层的电脑 那我们第一个先先洋芝克的就是柠檬汁跟柠檬汁糖浆 然后第二次我们再继续 我们再加酒 好 然后呢 再淋上少許的黑暖 我們今天香蘭葉麥太就做好了 這杯香蘭葉麥太會有兩種口感 第一種口感就是它的底層 它是用新鮮的香蘭葉糖漿跟檸檬汁做出來的風味 所以你在底下底層呢 可以先喝得到香蘭葉它自然的清甜 跟大概唯瑜一點茶香 那上面呢就是基本我們一般 Cateau大家都會做的麥太 只是我在裡面沒有加入了檸檬汁或者是糖水 因為可以喝到兩層的味道之後 再給它充分的攪上然後再喝 它就會有三種程式性的風味在這杯麥太裡面 那整體的口感呢 基本上它比較偏清爽 然後又帶一點那種東南亞熱到國家的風味 也是非常適合餐酒大的一杯調酒喔 那各位觀眾朋友 這次香蘭葉的糖漿 我採用的是用新鮮的香蘭葉的葉子 然後跟我自己打碎之後煮成的糖水 就是植物風味比較明顯的香蘭葉糖漿 並不是熬煮性的香蘭葉糖漿 因為只要像那種果汁性比較多 然後風味性比較強烈的 我都會建議就是用果汁打出來的香蘭葉汁 它的那種香氣比較扎實 也比較適合做那種多層式的風味調酒 那假如有興趣想要喝一杯的朋友的話 歡迎來DoubleSoul找我們喝一杯喔